明星夫妻同台尴尬其烈 冯小刚 徐帆出席北影节 为冯小刚的新电影宣传 冯小刚伸出手打算牵着女主角 没想到徐帆立马快步赶上 愣是打断了两人的牵手 冯小刚的脸色也真是精彩分成 张若云和唐一新出席《八沙子善业》 张若云正在讲述两人的恋爱日常 唐一新却对别人抛灭眼 注意力完全不在张若云这里 直到张若云碰了碰她才会过神 陈小春应彩儿出席人物圣田 两个人的婚姻非常甜蜜 生的儿子更是淋漓可爱 然而应彩儿却在红毯上变脸 对着陈小春狠狠瞪了一眼 沈腾王琪接受春晚的采访 王琪说话时沈腾一脸不耐烦 然而玛丽讲话时 沈腾脸上却带着甜蜜的微笑 这让王琪完全不能忍耐 也看出两人关系并不亲密 金乔乔于东嘎那红毯 身穿四绒长旋大修性感 老公拉着她想尽快走文 金乔乔却甩开老公的手 就站在红毯上傲造型拍照 两个人的感情是塑料了吧 陈小和陈妍希出席红毯活动 不知道为什么 陈小看上去很不在状态 完全没有意气风发的样子 一边的陈妍希倒是很开心 一直拉着陈小求恩爱 你对娱乐圈夫妻有什么看法呢